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11月10号周五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周本地建走活动 应暴雨天气继续暂停一次 请大家相互转告 健康生活走起来 暴风雨来了 今天晚上温哥华都会区将迎来风雨交加的时刻 提醒小伙伴们做好防风防洪防涝减灾准备 而且在BC省 大风通常还会造成停电事故 住在岛上或者风口地区的朋友 赶紧准备发电机 暴雨将从今晚9点开始 一直下到明天早上6点 最大降水量可能达到70毫米 住在低洼地区的亲门 赶紧准备沙带抽水泵等物资 午夜过后 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东南强风也会接踵而来 暴风沿着飞沙河谷 道兰里 宿里 列治文市 再经过本拿比 温哥华等城市 一直吹到北温 西温 海天公路等地区 预计凌晨4点风速达到最大值 一直要刮到明天的阵亡将士纪念日 随着好莱坞演员工会与雇主初步达成协议 温哥华的电影业者终于松了一口气 期盼慢慢回暖 极度依赖美国电影业的所谓北方好莱坞的温哥华 从今年5月份美国编剧罢工到7月份美国演员罢工 生意一落千丈 电影产量骤降90% 这期间数以千计的电影从业者失业 不得不打三到四份零工来维持生活 大家都希望明年春天开始 温哥华的电影行业可以恢复元气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 当前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 各地秋粮陆续上市 收购工作逐步展开 截至目前 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4000万吨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